Hello, 大家好, 来到10月28日凌晨的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今天继续common like, share, 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连用Superfans and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今天继续讲美国大选, 今天我希望讲得比较相对短一点 就是精要地讲一讲关于Trump出席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罗根的这个全美国全世界No.1的Podcast的这个节目 究竟接运三个钟头有什么重点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未免大家要看三个钟头很长嘛 可以精要地和大家讲一些重点给大家听 同时也会分享一些其他的新闻 大家要注意今天在美东时间 今天我正在录音的时间还是27号 那迟些很快就会去到这个 Trump 会去到这个Madison Square Garden 麦迪逊广场花园 就是做这个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万人一起聚集 数以万计的人不止一万人 数以万计的人聚集 一起和他造势 而他这个是一个Concluding Remarks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这个这么重要的造势大会 我相信星光一一一的了 连我知道Mike Johnson的那个地方 很多的重要的人物都在这个地方聚集 共同造势 我想在选举之前是重要的 因为今天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倒数9天了 10天都没有 没错 第9天了 9、8、7、6、5、4、3、2、1 就是11月5日 所以我们看回很多的 应该要提前投票的人 好地提前投票 如果不是提前投票的话 请在11月5日 准时实际上去到票参到投票 去投出你们审胜的票很重要 昨天我也是做过很重要的节目 非常重要的节目 在说特朗普呢 会100%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 而他有100%的信心 能够释放黎智英 这一点是他觉得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我也呼吁 同样台湾被人捉了的夫冊 这位在八旗文化的一个重编辑 也可以得以释放 当然还有很多在香港的政治犯 不过一步步来 那我想Jimmy Lai 在我们整个政治犯的榜上 那么我想触动到这一点的话 我想特朗普他有他的方法 那你说我不信 桑普在说假新闻 竟然有些人这样留言在我下面 假新闻 散播假新闻 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撑黎智英呢 多余的怎么可能呢 自己看看 Hugh Hewitt 自己上网去搜查 他有一个radio channel 他是host 他是主持人 你看看他如何和特朗普对谈 然后逐字稿 自己逐个字论清楚 不要跟我拗这东西 你说我说假新闻的本身就是假新闻 OK 我们继续讲关于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Joe Rogan experience的问题 希望大家知道 鼓励 其实我想骂他 不过我不想骂 我鼓励更多左交评论人 能够好好分析这件事 特朗普呼吁释放黎智英 而且不是呼吁 他会做到 他会做得到 那这件事你评论一下 很轻轻而已 他做不到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要投卡玛拉 何锦丽 哈里斯一票 都不投特朗普一票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班人 这班人 无论是老中青也好 这班人 19年到现在 你竟然五年之后 作出这样的决定 你对得住黎智英 你对得住黎智英 人家说救的时候 你不投票给他 那个人什么都没有表态过的人 你投票给他 for what 你觉得那个人更有机会救到黎智英 更有机会帮到香港 so sorry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 ok 做不做到 天时地利人祸 他有决心地做 而且他保证过的事 基本上 很大机会不会落空 为什么不拯 我真的很不明白 香港民主运动 之所以制度今时今日 失败 失败 再失败 原因是什么 一个字 一个字 说完 左 ok 无论你是共产主义 那种左 无论你是西方民主派 那种左 民主党那种左 这种左 这种交 是导致到今时今日 都失败的原因 之一 当然中共打压 是很重要的原因 左 一个左字 说完 共产党的左 和民主派的左 这种东西是很严重 要成功的 要怎样做 已经答案很清楚了 好 接着我们说回这个 副总统候选人 J.D. Vance 他就是 称呼俄罗斯 是一个美国的对手 而不会将他标签成为敌人 这是最新的新闻 因为这位 外贺俄州的参议员 也是现做的副总统候选人 就在造势大会上 也是刚刚礼拜日 27后 做了大会上 讲得很清楚 Trump 是会对北约是有承诺的 这一个是防止俄罗斯侵略欧洲 但他也都会完成一个 怎样的程序呢 重新评估北约的目的 和北约的任务 然后希望改革有关的事 意思就是什么 欧洲国家磅水 不可以再搭便车了 我理得你现在磅得足多少 其实都已经不足够了 俄乌战争打这么久 你比了多少呢 北约你比了多少呢 两条数来的 北约你是不是commit了 GDP2% 而且Trump说过要提升到300% 你们多少国家是比了3%呢 第二样东西 你俄乌战争 你德国1点几% 你俄乌战争 你都不足够了 两个数据你都不行 而这个所谓的 北约对抗这个俄乌战争的数 这条专题 你最有地缘政治关系的 俄罗斯侵略沃南 是不是对东欧西欧最有关系 对美国不是有最密切的地缘政治关系 为什么欧洲国家不给钱呢 为什么那帮左交一点都不骂 欧洲国家为什么不给钱呢 这个就是大问题 所以Trump就要求他们给钱 而反思重复这一点 OK 他说Trump如果重返白宫 他会施压给欧洲国家 去花多些钱在国防里面 而他也都去尽力促成了 俄国Trump和沃南的战争去停战 OK 这个就是一贯 是Trump和Vence的思路 Vence是这样说的 我们 即美国 并不是和俄罗斯作战 我们不想和俄罗斯 普京作战 接着这帮左交 就说你看 不敢作战 事实上不是在作战 Is America at war with Russia No 是Ukraine 那说这些话 你不帮沃南 你自己再说一下 我再说一次 美国并不是和俄罗斯作战 亦都不想和俄罗斯作战 凡斯说 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我们选拥的语言是什么 尤其是国际外交数 他说 我们能够承认 是显然能够承认 我们和俄罗斯 是有一个对立的利益 有对立的利益 Adversarial Interest 他都知道 美国官员都说 北韩已派了3000官兵 去到俄罗斯 训练 准备在俄乎战争上派上用场 美国官员就说 俄罗斯已经有一个 所谓的假讯息计划 去损害美国11月5日选举的公正性 而且也看到莫斯科也传出了一些视频 似乎显示出 在宾夕凡尼亚州有破坏郵寄选票的情况 就是将郵寄选票破坏的视频 他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false information 这个美国官员说的 我只敢说 我不置可否 移中流程 我自己觉得有多少分证据 讲多少分话 来做这个节目 我没有那么多证据证明 那个视频是真的时候 我不会说 哇 是真的在宾夕凡尼亚州 有人破坏郵寄选票 我不敢说 OK 直到我又比较审慎一点 尤其是 不是说你做个video出来 可以 我就看回 你破坏郵寄选票的 基本上如果是这样 那你两个党都会出声的嘛 就是我怎么搞错 民主党不出声 共和党都会出声 是不是 如果我想有一些 第一 stakeholders出声 是很重要的指标 不是说 两边的阵营都不出声 只有一些人 传说 哎呀 油地宣布被人撕爛了 油箱被人扔掉 哎呀 塞了假宣布进去 哎呀 paper balance被人换了 吸过新的进去 这些东西 我知道一直会传很多 中国俄罗斯 伊朗 北韩古巴 都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敘利亚都是 我只是说一件事 两党有没有出来 就是去指责 这个第一个表面证据 第二个表面证据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个人 我们看回 有没有一些比较清晰的 或者cross reference 到的media 去报道回这件事 不是翻炒同一个source 就是source 23456 这个不算了 是不同个independent reporters 讲回同一件事 起码有两个 那么我想这个情况 就比较好些 这个就是比较可信 所以我想到现在呢 我就不准这件事 视为一个真实的新闻 除非网友们 或者大家 其实你们比我聪明 就能够更加 将一些新的证据 显现出来 我们再作评论 那么大家知道呢 民主党卡马拉呢 就说呢 Trump呢 就是跟普京走得好 就会呢 向乌克兰和欧洲盟友下跪的了 不是下跪的了 就是出卖的了 下跪的就是对普京 出卖的对乌克兰和欧洲 我会觉得这件事很荒谬的 OK 第一欧洲不是给钱呢 给钱就是打 第二件事 你不给钱 又要想美国打下去 又要想他打下去 全部都是一个show 大家都不想给钱 大家都不想打的 好了 大家都不想打的时候 你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怎样善后这个问题 如果你认为 我刚刚讲过 GDVN已经讲过 的善后方案就是 非中立区 不割让土地 然后呢 就是 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但如果呢 俄罗斯再侵略 这个非分市区 或者是波兰的时候呢 北约全员出动 我这个方案 其实实质上 加上了北约 如果你认为不对 不妥的 要继续打 那你要打 你送你子女去打 你的老婆 爸爸妈妈 全家一起去打 你说不出来的话 又叫别人的孩子死不圆 你是不是瘋了 这班人 你的道德是否有问题呢 好了 你说要继续打 你要打多久呢 2002年2月打到现在了 冰皮力血牛困 人机日耳高 士兰门外危宗血 搞到今时今日 好像有麦炭翁一样 没有办法去继续打这场战争 你说供应高质素的武器给沃南 美国不肯 民主党卡马拉 拜登都不肯 你供应牛皮水皮的一些武器给他 那你要打到何时呢 所以我想那些阻价 你告诉我 How to move forward 你告诉我自己怎样做 不认输 继续打 要这样才对 要这样才对 继续这样打 继续这样打 继续一天一天死人 天天看到很多爆光 打打打打打 一年两年 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 是这样打的 你想一想 我说的这个方案是最好的方案 我说越是这样牛皮下去的话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我这种声音是会越来越大 汉战越战及世界大战都是这样说的 范斯呢 就是说 他基本上呢 现在拜登政权 对于俄罗斯侵略沃南的情况 的应对措施呢 就好像呢 就是 湿水炮掌 就是 wet firecracker 你根本上没有办法呢 去做 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 他认为呢 不要相信 范斯呼吁 不要相信 在社交媒体里看到一些垃圾 这种东西不是好的 那他也都重申 对于这个Trump的支持 那这个希望明白 那接着讲回 最重要的了 Joe Rogan Experience 这个这样的show 究竟讲什么重点 全场大概三个钟时间 在星期五 10月25日呢 Trump去到这个Texas的奥斯汀 接受这个Joe Rogan的专访 那当然了 他因为这个村放超长时间 搞到他后来去Michigan Novi 他这个召开的这个 这个造势大会呢 超超延期啊 搞到晚上 我认为10点11点才开始 那我个个人出现西北风 你知道Michigan现在都开始冰了 那大家就知道 大家冰了 但是大家没有走到 热情来等待 蛤尿都不去蛤的了 总之等到飞机来 接着之后呢 进到来 唱God bless the USA 开始那场 首先 Trump都向全场观众致歉 在Michigan的地方 因为他录这个Joe Rogan Experience 录到这个Podcast是三个钟时间 我想拍爆了记录 那当然了 带来给Joe Rogan很多收益 在Spotify他有1450万的followers 在YouTube有1760万的followers 那这个是超强的记录 那即是一个17.6mm 一个14.5mm 一个17.6mm 那我想他三个钟的节目呢 收的钱是相当多的 那这个是禁场节目的原因 这个是Joe Rogan 而对于这个Trump来说 当然是一个表现机会 因为Joe Rogan Rogan节目最多人看的是什么 Young Male Voters 年轻的男性选民 所以Trump的发言很重要 而且卡马拉又缺席了 那其实Joe Rogan邀请的 现在都是张开商庭说 欢迎你来 反正你来 参与我的节目 Spotify YouTube 照赚钱 何乐而不惟呢 但是 somehow 卡马拉的团队 没有 甚至没有 今天 我想都很肯定 他不会做这件事 因为剩下9天 可以有什么影响呢 我就说 看所有选战 选战到最后 最后 随便有一些很重大的突发事件 否则你说的政见 其实很难推出多票 现在剩下9天 这些事情 我想 去到最后 卡马拉 不会去Joe Rogan的这个节目 特朗普是唯一的座上宾 第一个问题 就问你 特朗普你觉得你在第一任内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其实问得很好的 这个问题 你在2016年到2020年期间 特朗普你觉得你最大错误是什么 我觉得之前有些主持人问这个卡马拉·哈里斯 你觉得这个弱点是什么 我的弱点就是我的优点 这个是卡马拉·哈里斯 这个是卡马拉·哈里斯 这个特朗普就答得很好的 他不会这样搭垃圾给大家听 那他会说什么呢 我的弱点是 我找了一些人 找了一些人 是不应该 原先不应该去找的 这个Joe Rogan就说 是不是一些新保守主义 NEOCONS NEOCONS 即是新保守主义 OK or bad people or disloyal people 即是新保守主义 坏人 或者一些不忠诚的人 记住 特朗普最厉害是三女人 在共和党里面 一是那些新保守主义 即是那些特朗普 小布殊 撤离 这些所谓的共和党建制派 第二件事就是坏人 真是坏人 即是道德有问题的人 第三就是disloyal people 不忠诚的人 不忠诚的人 这三个人是他最不喜欢的 他找了这些人服务他做事 当然 举了一些例子 譬如John Bolton 保顿 那就是他当时任命他为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后来2019年 特朗普就fire了保顿 当然保顿之后 深深不分 今天写了一本书 很多机场道 书局道 一定是best seller 就是为何他串爆特朗普 说了很多特朗普的坏话 真真假假都有 特朗普就说 早已在一个美国商人叫Phil Ruffin 那个商人提醒了特朗普 喂 Bolton是个bad guy 当时特朗普制约网民 后来特朗普担任 才fire了这个John Bolton 就说这个John Bolton做得很差 甚至保顿自己和布殊 愚蠢地走到中东道 他们根本不应该这样做 OK 根本上就是这样 削弱了特朗普对于伊朗的阻吓力 你为什么要见那些人 你不需要见哈姆内伊 为什么不需要见 Just bomb it Kill it Deter it 杀多少 阻吓多少 Just do it 是不是 这个人要心狠手囊 但是他不是 要阻吓力强 但是他不是 OK 接着你会看到 很多人 譬如那些 MIDI 那些 那些 军队里面的人 也是被他NAME 接着呢 话锋一转 就说呢 就是 Rogan就说呢 I could definitely tell you 我可以肯定说给你 你说了很多 Wow shit 就是很多些 垃圾 就是很多些 野蛮的说法 而呢 CNN呢 就是将你这些 所有的 垃圾字眼呢 全部highlight他 使得这些更加广泉 那 这个呢 会使得更多人 知道你 OK 就是使得你 越来越广泉 但是呢 喜欢的人 会更加喜欢你 不喜欢的人 会更加不喜欢你 以这个形象 其次 是很鲜明的 那 今天Joe Rogan 继续说了 现在这些所谓的 叛徒呢 其实是 原底的共和党人 那 虽然你本身呢 就说真的呢 你自己是 in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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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不想 见到这些人 punk rock 就是说我独书一次 就是说我是 飙生立异 而另一方面 bug the system 他希望呢 改变这个系统 而你现在本身 就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You are a conservative now 这个是Rogan说的 That's how crazy 多么荒谬 你看这些自由派 and then the liberals 他们现在呢 是pro silencing criticism 他们支持 去禁制批评 他们是支持呢 网上的言论审查 他们要管制自由言论 甚至管制第一修正案 他们有多少的香蕉 被人看到 这个就是 这个Rogan说的说法 所以说完这方面 就对了特朗普的河车 就是基本上 这个声声相识 就是大家对一些所谓的 极左派 或者现在民主党的 深切的批评 那Elon Musk 听到这里呢 他在Twitter 即现在叫X 就是写Exactly OK 跟着特朗普就说了 你知道呢 他们就会对到 他们政治对手容易追击 我被人调查的 多过一些重型的 窮凶极恶的一些罪犯 这个情况就是 他们看到的问题 在外交方面 特朗普也说到 北韩金正一 他说 对金正一 就是Little Rocketman 小火箭人 这个小火箭人 他对他说 Little Rocketman You are going to burn in hell 你去地狱都被人烧了 落地狱了 金正一 小火箭人 你落地狱了 当面跟我这样说 I got to know him better than anybody 说完之后 走 等电话 突然之间有天接了电话 金正一 主动打给他 不如我们见面 跟着特朗普就说 这些电话 会不会打给奥巴马 不会 会不会打给黑林顿小布树 不会 打给他 为什么 不会打给特朗普 不会 金正一 就是土匪流氓 你要比他更土匪流氓 You have a red button 我的red button 比你大 然后整班左交的 幼稚 childish 金正一 拜这一套 接着我说 你 你 你 就不用那么紧张 搞这么多核武 做什么 你 relax just relax 放松 go to the beach 去海滩 不是更好 你建这么多核子 反应堆 不如建一些 住宅 condos condominium condos 更好 好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之后我们就有见面 见面 当初怎么玩他 大家知道了 我真的不想和大家继续说那些东西了 这些就是 特朗普如何处理北韩问题的方式 而卓有成效 我问你 如果他在公开上说 金正印 垃圾 垃圾 其实北韩就觉得 那就好了 是不是 那就大家 关起门离 没计谈 如果要打开这些独裁者的心窗 第一件事是给他的希望 第二件事是给他极高不确定的性 和他说话 免要被捉 记住 对付那些恶人 免要被捉 但我们的原则问题寸步不让 这个就是特朗普对付这些北韩的方式 特朗普对付 这些是做大人 做大的人 怎样做事 接着说到他一个拍档就是 Robert F. Kennedy Jr. 以前是独立派或中间派的 他是由民主党出身 亦是民主党金乃迪的家人 他就很着重一些关于一些药物的 食物的安全的问题 尤其是《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这个initiative 他非常着重 特朗普首先 今次率先提及一件事 唯一一件事我特别是关心的 就是他不要碰手关于石油 天然气 能源这些问题 no 和环保有关的问题 他不要碰 他碰那些 食物 药物 Duck just go on it 他说 I think just keep him out of the fire 就是不要等他碰环境 能源石油 天然气的问题 我叫他 他只专注在健康问题 focus you could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I got to be a little bit careful with the liquid gold 即是你在健康问题做什么都可以 但我一定要对于那些liquid gold石油 我要管得比较谨慎一些 就不到你robert f kennedy jr去摧嘴七嘴八舌 Rogan亦都很支持robert f kennedy 亦显示了很多化学物质 化学品和食物的成份 其他国家已宣告违法 亦被显示是有毒物质 他说这些就是杀虫剂 除草剂 全部这些东西 就是噴灑在我们食物里面 是完全不必要的 造成很多健康的隐患 超过七成的年轻男人 是没有办法只去当兵 是因为他们吃了一些不干净不好的食物 川普就说 but rfk is going to be you know i think he's a great guy 即是他不说得实 就是觉得 罗伯金乃迪 将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他会做很多的事 我会说 很多些大 即特朗普说 很多些大型的药物公司 big farmer 他们可能会说 一听到 rfk要这样做 很害怕 那你就禁制我的药物 特朗普就说 其实我一直以来 和这些药厂有非常好的关系 也都是 和罗伯金乃迪 也都有非常好的关系 那他说 我就认识了他很久了 他是非常特别的人 很聪明 很伟大 很诚恳 他真是说他所想的东西 那他就说 就是 我们会看一看 就是有多少 刚刚你阿Rogan 讲的这些 这样的杀虫剂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要看回 未来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于是他看到 这么可怕的情况 就会出现了 其实两人声声相识 OK 我都说 特朗普给了足够的权力 去给罗伯金乃迪 去做关于 食品 药物 健康 这方面的问题 但不要碰手能源 不要碰手环保问题 OK 这个是特朗普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 跟着说到 阿富汗撤兵 就是说拜哈政权 这个十三个美国的军人 在卡布尔机场被人自杀 击的炸弹 杀死的问题 特朗普就越说越多了 就刚刚说过 这个是马克米利 美利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马克米利 将军 是已经退役的了 他基本上 他复役的时候 就负责要去撤军 现在 发觉这个 backround airbase 里面那些武器 全部落入 在一个中头 飞行航程外的中国 中国 已经拥入了很多 这些美国的先进武器 是因为仓皇撤军 而这个仓皇撤军 启导到普京 有意去攻击乌克林 他说 他当时指示这个美利 马克米利 每一架飞机 每一架螺丝钉 全部都要将它起清 离开 但后来发觉到 美利是一个白痴 We are leaving But I want to get everything out 我们正在走 但我们要先把所有搬出来 然后美利 竟然这样说 Sir It's cheaper to leave it 我们不要管 把它扔回来 不是更加便宜 Rogan 就说 It's cheaper to leave it Yeah He said It's cheaper to leave it 这个Trump 和Rogan 人惹惹惹惹惹惹 Rogan 就说 Cheaper Not more dangerous 更加便宜 更加便宜 Trump 就说 是啊 更加便宜 我说 我要每一架飞机 每一架坦克 每一个望远镜 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 你不知道不知道 不拿出来的时候 一亿五千万的全新的飞机 留在那个地方 加满了有的飞机和坦克 全部在那个地方 放在那个地方 后来运到在巴基斯坦 然后去到中国 那这个是不是痴妈根的呢 所以说这个人是愚蠢 而且基本上是荒谬 当他被Trump完全省了锅的时候 故意抛債 然后变成一个咬Trump专业户 不得了 跟着也要说到 他跟塔利班的首席谈判专家 Mullah Abdu Ghani Barada 之间的对话 今天看到就是 跟他的对话 却有成效 就不像奥巴马的时候 这么弱鸡 那这些就可以大家回去看了 另外就是Trump 就说出了 用 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引用了一个以前一个总统的说法 就是说用 关税去逐步取代联邦所得税 联邦 申讽税 利得税 即他不收income tax 不收federal income tax 或者收到很少 即这次政刚他就说 只要made in america公司 在美国生产 美国的原料 你美国生产的话 你的 美国的federal income tax 即收15% 其他20% 或者30% 再不是的话 如果你外面的那些加上关税 那基本上 大家入回美国生产 OK 那这一点是重要的 很低的税 那你说有很大的财政赤字 怎么来呢 tariff 那你说收中国60% 100% 200% 1000% 怎么收 没得收 那些是没钱的 因为没有生意的 哪里还有生意做 没得生意做 收10-20% 由哪个地方收 全世界其他国家 欧盟 日本 台湾 南美 墨西哥 全部10-20% 墨西哥有些例外 因为墨西哥 美国 加拿大 有一个免税的 USMCA 但其他之外 全部10-20% 那便有钱 这些钱 不吃 窩边草 要发别人的财 这个就是Trump的做法 那这一点也都对于那些所谓的 汽车工厂 是中国在墨西哥建设的 就要收100-200%的关税 总之就是说 make sure他们没有办法在美国到做任何的销售 是零 所以这个目的不是收关税 目的是不让你做生意 ok 那这种做法 是不是重要呢 是重要的 他想起一个总统 就在1880-1890年代 他后来已经是被刺杀的 这个总统 这个McKinney 他就叫做Tariff King 当时美国是最有钱的 美国怎可以由南北战争 一路去到一战的时候 最后参与 冒起成为 逐步冒起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强权 是因为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有一个非常高速的 这个经济的蓬勃期 而蓬勃的其中的重大关键 就是收关税 不收 其实不是很收所得税 收强力的关税 很强力的保护主义 ok 他说呢 当时McKinney MC K-I-N-L-E-Y 自己上网查 这个总统呢 他对于关税非常外汇的 他说呢 要将呢 他的名言就是什么呢 We will not allow the enemy to come in and take our jobs and take our factories and take our workers and take our families unless they pay a big price 你要我们的工作 工厂 工人 家庭 你要奪得 考取豪铁 除非得 你要给一个很高的很贵的价钱 这个贵的价钱就叫做关税 tariff 他说呢 McKinney 说这番话是对的 但可惜去到1900年代初 就是带入20世纪 1900年代初的时候呢 那些人 就是 魯罗斯福等等人呢 就将他 sweep 过去 income tax 的paradigm 即是不再用关税 要用所得税 那结果的情况呢 他觉得是stupid的 那当然你问我呢 是不是一本通书 看到路永远用关税 千秋万世用关税 这样做 未必可以的 但美国去到今天 今天这样的时刻 我们要终结这种 被中国剥夺的全球主义 这一招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参考McKinney的做法 去做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的猛弱 但分分钟是对的 OK 我会觉得挺有趣 那当然了 特朗普也有说到 外星生物问题 说他信不信这个 就是这些 那些年轻人最喜欢听的嘛 就是他说呢 就是信不信UFO 就是这个问题 他说呢 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 不过有少少兴趣的 我就觉得说呢 这个问题本身 就好像其他问题一样 那么难有答案 那 特朗普说 会不会相信 有一些外星人呢 在那儿飞来飞去呢 我说 这个 没有理由是不相信呢 不会想火星 或者其他的行星 就是planets 是这个 不会有生命的嘛 就是我觉得 这个绝对有理由的 可能的一点 所以他觉得 他有这样的情况 但好像他不是很有兴趣 说这个问题 好了 接着说卡马拉 那特朗普就说 卡马拉是一个呢 低智商的人 是非常低智商的人 低智商 非常低智商的人 非常低智商的人 那就说呢 Rogan就说呢 喂 卡马拉呢 就将你呢 跟这个 阿多夫希特拉 就跟这个 希特拉 比较 那 那 阿多夫 罗根就说呢 这一种说法呢 你是希特拉 而要去制止希特拉 可以呢 做任何方式去制止希特拉的 那呢 卡马拉就是呢 将你和希特拉呢 就是比较 甚至是昨天呢 就说你喜欢希特拉 那特朗普就说呢 卡马拉是一个非常低智商的人 我都做过有关的测试的 每一个选总统的人呢 都要做一个呢 Cognitive Test的测试 当然这个Cognitive Test 是很简单的那些 他不是智商测验 他只是问你 请问特朗普有几个英文字母 这些Cognitive Test 那但不是说 哎 我们要做一个智商测验 解一些谜题 不是这些什么 那特朗普就说呢 这个和年龄无关 如果你看回历史的话 七十八十年代 即是有很多 全世界很伟大的领袖 在世界历史上面 在长期的世界历史上面 他们都是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的 就是说呢 很简单 你做一个呢 认知测验 每个人都要做 那 这些人就说 哎 你要做认知测验呢 就是违宪的 荒谬的 其实刚刚是相反 那 而这个 我觉得呢 有卡玛拉的脑袋里面 缺了一些东西 那所以呢 他应该要做认知测验的 OK 那当然这个就是 他串他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人生这一点 跟着就 就是 就是 Rogan呢 就是 承认了 就是这个 这个 Trump呢 就是 在 他的朋友 和一个叫 一个 喜剧人 演员 Leal Vaughn's The Past Weekend 的Podcast出现的 那Trump就说 哎 这个是不是你 为什么要找我上来 节目的原因呢 Rogan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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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they shot you I was like He's got to come in here It's all about timing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说 全部是时间问题 我想 那个时间 刚刚你来到这个地方 是perfect的 OK OK 那 那你现在 在这个耳朵那边 有没有一个疤痕 那Trump就说 是啊 在这个地方 那Rogan就说 哦 很小的mark 那他说 刚刚在这个地方拆过去 那这个就完结了 这个 这样的 一个访谈了 当中 当然要说到台湾 那台湾 那台湾 要给保护费 黑帮 都要你的人 给保护费 你都要给 你看到我 美国不是黑帮 你不给 那你当我是什么 喂 多少样东西保护你啊 第七艦队 对不对 跟着又有 那么多人帮你巡逆 有那么多的 就是 基本上很好的 一个 飞弹防御系统 布置在台湾 一直都有 有美军人员 个别 有 不会很多 就是有部分的美军人员 进驻台湾 也有很多情报 凌智作战 政治作战的情报 分给台湾 要求日本 韩国 和你一起合作的 也都有 那么我想请问你了 你的国防经费是否比足 今天你要自主防卫 你要国难国做 潜艇要自己做 6470亿是台币 大概是1500亿港币 夏年的预算 2025年的预算 是占我们台湾GDP的2.45% Not enough 10% 10%要高一点吗 是这样的 至少要给自己国防预算 韩国没那么高 日本没那么高 吴孔义士 韩国和日本各自有 另一笔国防预算外的预算 放到那些基地 美军住在韩国基地 住在日本基地 日本要付钱 那笔钱没有放在国防预算上 台湾其实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你要美军尽住 你就提出要求 给钱 money 即是一样 NATO 北弱 要美国去出钱 继续得好战争 给钱 其实最后 不是给钱问题 而是你要打 你不打爆它 美国就不跟你玩 打 Go 你要打 你说不可以停 你要帮河南 你帮 Go 法国 德国 英国 Go 每个给足30%军费 Go 那你们不肯做 那我 你狂的 你有钱 你给它吧 你不给你没有道德 你有钱 你不给 就是没有道德 我没有钱 我不给 就是有道德 世界上 什么道理 真的很有趣 那这个就是 这些阻交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是贼 所以这种 这样的情况 会继续做的了 那 大家要看回 大家 星星相识 我会觉得 这个三个钟头的一种 对话 对Trump 是加分的 我听完之后是加分的 没有对立面 而且很多东西 很卡住 乖不得知卡玛拉不去 Number one podcast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states Number one podcast 就是你 说什么都没用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件事我可以说到这样 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说的一点 就是关于 在这一场 Joe Rogan Experience 那里呢 就是说到 Trump可能解封一些 秘密的信息 就是关于 他11月大选胜出 Trump可能会将 是不是可能是承诺呢 是会将 公开 将会公开 前总统金乃迪 GFK 即已经答应了 RFK Junior 会公布 金乃迪总统 前总统金乃迪 和民权领袖 就是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努德公 愚刺案 愚蚀案 愚蚀案的 基密档案 这个就很重要了 即是 GFK 和马里连 梦路有关 Martin Luther King 是不是 如何被人杀的 这些秘密的 基密档案 尋锋很多年 Trump承诺 会将它公开 中文外媒的报道 特朗普在美国收听率第一的 奴金经验的节目中承诺 他透露 虽然在首任总统任内 曾经部分解密相关文件 但当时多位理性人士 劝了他不要全面公开 包括当时的国务卿 蓬佩奥 有些人打电话给我说 先生 最好不要这样做 我确实解密了部分的档案 因为时间都差不多了 针对已经过很长的时间了 由六十年代到今时今日 你自己想想 相差已经超过五十年 已经达到六十年了 这个档案是差不多公开的时刻 针对为什么首任期间 未完全解密呢 他说主要考量的因素就是 档案中涉及在世人士的个人资料 以及可能牵涉到国家安全的敏感资讯 他说 除了金乃迪遇食案 还有一份关于马丁路德金的遇食案的 机密档案同样受到关注 金乃迪1963年在德州的Dallas遇食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 1968年在Tennessee的Memphis被杀 两件事是震惊全球的暗杀案 至今仍然有很多疑团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大家看 你看看这个播出之后 全长三个小时 播出后短短不到二十一个小时 即是三加二十一 由开始到二十四个小时之内 不计Spotify等其他平台的播放次数 只是YouTube的观看次数 已经逼近二千万 二十秒 留言是破三十三万 收到的赞 赞 是一百二十八万个 哇 哇 一百二十八万个赞 这个相当强 这个是相当强的一种东西 不是有些robots帮他退 他真的很受欢迎 这个YouTube YouTube当然是为Joe Rogan赚到钱 Spotify也是 Podcast不能赚钱 但YouTube和Spotify帮他赚很多钱 这个底他赚了一个红底 而且这个访谈他非常出色 Joe Rogan experience 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Podcast一 今年Joe Rogan 就和串流平台Spotify 达成二亿五千万美金的续约 所以赚很多钱 基本上赚很多钱 这是相当成功的一个自媒体经营人 那么随此之外 我们看回 就是很快了 Trump就刚刚讲过了 会去到这个New York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在27号晚上做事 纽约当然是民主党的铁票区 但你难道真的要挖民主党的铁票区的票吗 That's not the point 而是很多来到这里的人 其实是由宾夕凡尼亚州的东北部 就是North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走到去紐约的 因为很多都是通勤人员 就是他们宁愿选择住得远点便宜点 每天开车去纽约上班 所以这班人也是会来看的 还有记住有很多跨州的人会来看 而重点不是现场看的人 在网上看的人 现在你看一下Madison Square Garden 你网上看的人多 还是你去Garden的人多 一定是网上的人多 所以基本上哪个地方跑的地方 既要接触当地人 亦都要接触全部的人 而这一场大型集会 其实全世界的人 全美国的人万众触目 所以我想大家会看这个很重要 当然这个法方入场卷是先到先得的 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 公布核数的消息全部额门 全部派完 所以说是Trump在纽约有相当坚实的支持者 默迪信广场花园 是一个可以容纳19500人的大型场馆 曾经举办过2004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亦都是1924年、1976年、1980年、1992年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 历史意义和象征性非同少可 Trump 团队表示 这次集会将邀请政界人员、名人音乐家、重量级嘉宾出席 并由他的家人朋友一同解释 特朗普是解决卡玛拉造成一切问题的最佳人选 Elon Musk、马斯克和终极格斗 錦标赛UFC的总裁Dana White也都会亲临现场 马斯克就已经不留为Trump 助选 而他也都会 刚刚这个White 即怀特 也都今年在Milwaukee 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为Trump做引言 其他的嘉宾当然声光鸣鸣 包括刚刚说过的Robert F Kennedy Jr 小罗布金乃迪 前楼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政治评论人Tucker Carlson 非常出名的非常好的一位评论人 转头共和党的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加巴德 偷使加拔,他口才非常好 也都是做民主党籍的夏威夷众议员 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Fans J.D. Vance 众议院的议长Mike Johnson 众议员Alice Stephanik Byron Donalds等政界人物都会共商胜举 Trump的长子小川普就是Donald Trump Jr. 第二个儿子Eric Trump 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的共同主席Laura Trump 就是非常出色的Laura 亦都会共同出席 这一点我们看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选程 分分钟他会否retake到New York 亦未可知 是不是too big to rig 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除此之外 大家知道帮Trump的人 何止共和党的人 就算民主党的人 都是帮Trump 因为现在 这个卡玛拉 其实他已经没有办法 去讲清楚自己的证件 人家问这个证件是什么 他说 网上有80页的文件自己上网看 这个就是卡玛拉的回答 这些是什么选举 那你不用出来见人 Please refer to哪个website 就说完 不需要做完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你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说不清楚 你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他说不清楚 你问他任何的东西 他专门说清楚是什么 哎呦 黑人可以给你卖大马 黑人给你100万 有20万不用还 黑人呢 嗯 行的 你们去投资这个加密货币 不行 我包你 黑人才有 我这个生理王 心里黑 没有呢 我就不知道了 EO 就是这样 EO 就有了 不知道 你问一下他们这帮阻交 所以你说呢 到最后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 真是很奇怪 那大家知道呢 美国民主党籍 就是现在最新的一批 卡玛拉就是说 Trump 是一个Fascist 法西斯主义 就是Narsist Narsist 是纳水党人 他是 和希特拉 同类的人 喜欢习近平 喜欢金正恩 喜欢普京 希望摧毁宪法 希望呢 将美国民主 完全变成专制独裁 这个就是今时今日 这帮民主党人一直说的 还有你看看 几多香港出的KOL 当这个他心目中的 整个口中 说了几个月 念念不忘 纵口一词的希特拉 在说他要救黎智英 他100%有信心救黎智英 我给他的电话 很容易救到黎智英 他们觉得 我听不到这些假消息 我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我不会在我节目中说这些东西 就是你们这些KOL的做事的方式 我不开名 但是自己想一想 Why Why 很简单 特朗普经常在做世大会说 喂 今晚啦 选得很晚的 有时候整天 只是拼了几个 做几个speech 然后没有 在休息 喂 我选了五十几天 没有一天休息 他选了十几天休息些什么呢 莫名其妙 啊 想想一下 特朗普就说 他说 是否有些我不知道呢 然后大家猜猜是什么呢 然后大家猜猜是什么呢 然后大家猜猜是Rick 就是在那里 舞弊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些就是坚决防范 那怎么做坚决防范呢 除了要有而必报之外呢 还有不要传假消息 就是葛拜托 不要传假消息 你如果那些假消息 一传了之后 已有些discredit 我这些媒体的credit 这个就是他们的目的 我不传假消息 但我希望大家做一件事 鼓励更多支持Trump的人去投票 行不行 too big to rick 才是赢的方式 你too big to rick and then you win the election 你才会overhaul整个改革整个垃圾制度 明白吗 用正当的方式 使得他根本舞弊 他都舞弊不到那么多人出来 我今天就知道汪浩生日大会 接着明居正和我谈了很久 他就说了 两支筷子 上次有个拜登曲线 未睡觉之前 这个是拜登的支持 在这里 睡完觉之后 嘭 另一支筷子上升 那你想想 大家都猜到很有问题 我就是说了这番话 在四年前 当时RFA 粤语组 主管 抽起我这段 说我和杰斯说这些不行 又为这个 美国媒体对两党的政治中立 那我们劈跑不来 所以就没有了 没有了 旧桑海神州 OK 我也都无怨无悔 因为觉得 重要的地方就是 说真话 行公义好联名 你今天可以审查到我一次言论 第二天就会审查到我第二次言论 我就变成你的喉舌 我不做 不是我对抗美国 不好意思 我对抗这个RFA 这个机构 和对抗美国 没有关系 No 我也都不是对抗拜登 他不是in a position 我对抗的人 我对抗就是你这个机构 对我于我们两个人的言论审查 后来没多久 这个杰斯也都是入狱 Trump也都失去了第46任总统的宝座 他都没有去做政变 和平交出权力 何来希特拉呢 希特拉不是这样的 但希特拉是夺权的 他有没有这样做呢 他绝对有权力这样做 煽动很多军人在夺权 不给拜登 可以吗 有可能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避免美国陷入长期的内战 用心良苦 不是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 而你明知道你正当地说你可以赢 你都不可以不择手段做事 他做得到 做得到 而每个人都没有感受这件事 每天都跟你说1月6日那件事 而那件事他没有责任 所以我说很多人根本上是荒谬到不知所谓 这些何锦利也好卡玛拉也好卡玛拉也好哈里斯也好 他们将特朗普作为法西斯分子的说法 呼吁国方这个地方是觉得有人开始说不论 是民主党籍的现任的纽约市长Erik Adams 因为他已经和民主党很多人都已经抹脸了 因为他有官司的时候民主党不帮他 想把他当作气阻 把他整袖 根据星期六26日说 呼吁国方降低言论温度 他说有些市内的政治领袖已对我作出这样的指控 说我Erik Adams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我答案是No 正面临联邦贪污最起诉的Erik Adams的记者会上表示 我很清楚希特拉的所作所为 也都知道法西斯政权是什么样 我一再呼吁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降低讨论的火药味 那这个就是他非常清晰的一个回应 以这个非常清晰的回应 也都配合有一段影片放在Donald Trump的官网上 在YouTube看得到的 一个在Holocaust 就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 他里面有手臂上有mark 有number 因为这个犹太人很老的幸存者 他出来现身说法 特朗普并不是法西斯或者纳粹主义者 你民主党卡玛拉老屈他 你民主党卡玛拉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而今天你们所做的事 这样老屈人 是不是有纳粹主义一开始的时候的影子 如何骂 右太人是独重 如何清除基督宗教的势力 改造他们的势力 你们那些纳粹党的人 一开始就这样夺权 今天你卡玛拉是不是想夺权 你说I'm not Joe Biden 你是不是想夺权 你没有任何的初选之下 成为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你是不是想夺权 找几粒大的星光熠熠 这个希拉莉 Nancy Pelosi 奥巴马 在拜登面前移动 拜登就弃选 那谁才在夺权 所以Eric Adams说得很清楚 这是美国 是纽约 比民众行使表达权利非常重要 而我们身为市政府和警察部门的职责 就是能够和平表达他们的诉求 这些不是就是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是不是 这个就是真正的情况 就是不断地说 尤其是希拉莉 这个新希摩 就是希拉莉 他CNN节目指控 特朗普在Madison Square Garden 做的造势活动 是重演1939年 纳粹在同一个地方 举人的集会 就说今时今日 Hitler 就是这个领袖 全部曼宗一辞的 就是未来 今天稍后时间 在Madison Square Garden 居行集会 这真是荒谬绝倫的指控 煽动美国人之间的对立 以及这些非常愚蠢的 荒谬的说法 是无日无之地做的 你这样贴标签 骗得到一些人 但是骗不到全部的人 很多 醒目的美国人 是绝对不会中这些毒的 共和党里面 也都警告的风险非常严重 比如说共和党的一些建制派 比如Mitch McConnell 和一些Trumpism 支持Trump的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是联合发表声明 罕见公开地要求 卡玛拉停止 使用这种危险的言论 警告他可能引发政治暴力 这个是分化和制造暴力的线尖端 他才要灯着火 烧红的祸 去到11月5日的时候 当左派真是输 共和党真是赢 他不是煽动这帮暴民出来 就不是Black Lives Matter 接着说Democracy Matters 卡玛拉 Matters 就出来搞了 有言在先 我不是铁板神算 我不是那些未卜先知 不是那些天生成人为世作者 No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但我只是先预言给大家听 我只是预告给大家听 极有可能 在11月5日之后 出现了这样的左派狂潮 莫为言之不语 OK 这件事看回两次 Trump被暗杀未遂 现在他火上加油 敏感时刻加剧政治对流 将对手贴上法西斯 纳税的标签 助长暴行 这个严重危及 美国人民的生命 和国家机构的稳定 和我也同时呼吁各位 我论你左派 右派中派的 KOL 或者一些评论人 不要再用这些说法来说 我都没有说卡玛拉是个纳税党 是吧 我说他很快向共产主义这个思想靠近 因为他整个想法 福利国家制度 极左派政策 正向这方面靠近 向欧洲的衰落的欧洲靠近 美国不应该走这条路 我是就事论事说 我不会说卡玛拉就是毛泽东 卡玛拉就是斯泰林 卡玛拉就是列宁 卡玛拉就是希特拉默索里尼 我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但是这帮左派的评论人 一日到刻就说 希特拉 美国希特拉就等于特朗普 而我这个人支持他的 永世不跟我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就是Hitler 我就是Hitler supporters 我就是SS 那些警卫 那些叫做警卫队 那些叫做警卫队 就是德国纳粹的那些所谓的打手 他觉得我是不知所谓 如果你有病不过去看医生 我都希望这件事是基本的运策 你用那些人去John Bolton John Kelly 这些全部都是伴障 都是那些懦弱 无能 low IQ stupid 拔护 夸张 的一些人物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得看 不得看 而当然了 Elon Musk 也都继续在做势 也都为Trump 站台 他就基本上被左派说 他淡化了2021年1月6日被自由派媒体称为 这个暴动的国会山庄冲击事件 说这个邮寄选票是诈骗的温床 并呼吁支持者及早投票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各位美国的选民 你们尽快投票 最好是亲身投票 及早亲身投票 再说一次 及早亲身投票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些 美团社的报道 这场在Lancaster市区饭店居人的造势大会 吸引了数百名支持者到场 马斯克在近两个小时的座谈中 以轻松风格谭笑风生 由太空探索特斯拉电动货卡 一直到移民政策精神医疗的多元议题 被问到 选民担心Trump如果当选危害民主的时候 马斯克的回应就引发争议 这就是左派说争议的 不是争议的 以征辞验 他认为1月6日事件 并非暴力叛乱 说Trump威胁民主的人 才是真正威胁民主的存在 这些言论现场热烈回响 OK 马斯克也投入超过7000万美金支持Trump的竞选 透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在摇摆州做造势活动 鼓励大家提早投票 亦都质疑邮寄选票的合法性 说这个只不过疫情期间 催生出来的异常现象未来应该废除 我都告诉大家 邮寄投票不可以全部人都可以邮寄投票 不可以这样的 No 这是荒谬的制度 你给哪些人有邮寄投票呢 坐牢的 或者执行公务的 尤其是军队 有很多艦队在外面执行的 OK 或者一些极端的例子 你是极度不方便 你有患有重病 你没有办法亲身去投票 这些有这样的例子 在高一些情况 你就可以给他邮寄投票 是有例外的 其他情况你不是给他 就是堕胎 你不是什么堕胎给你做得 有些例外 譬如说 你母亲母亲死亡为危险 你被人强奸 或者被人亂论 三个人例外 你可以说特朗普的也不完整 你可以加一些其他例外 或者减什么例外 Fine 我只是觉得有原则有例外 结构是这样的 你不可以说凡堕胎的 他竟然就是出生 你堕了它 那不可以 那不可以 那你以前千禧年代的时候 看那一套饺子 楊千禅那套 垃圾器 那套不是垃圾 那套不是垃圾 那套是垃圾 那他这套本身 吃那些杯胎做个饺子 那你觉得对 这个合法 堕胎对 食胎都对 你觉得对 非常好 你应该这么说 没有道德问题 没有法律问题 你应该这么觉得 所以这些pro-choice pro-women 那些人 他们脑根有问题 连基本做人的一种良知 血性 生命 都没有 他们完全不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是否一个大问题 美国各州实际上都有严格的邮寄选票的验证机制 包括选民签名对比等多重把关的程序 当然明有选民签名对比多重把关程序 什么邮寄选票的验证机制 那你可以继续说 你继续说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荒唬 马斯克的说法 和特朗普长期以来 质疑邮寄选票的可信度的合场一致 我是觉得很离谱的 你说这些东西 说完之后 是不是真的会做 你做的方法 是不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证据 大家会觉得你是公正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说一件很基本的东西 世界上有很多AI的 有很多人收钱帮人做事的 一个吉宅里收了一大堆票 我不住在这个地方的 或者是跨州选民的 接着你要验证 或者之后再验证 都是我而已 我是有投票 我搞的 我不是叫做 我不是叫banana 桑普 我不是叫banana 我不是叫banana Trump 我叫banana Trump 投票 之后拿回来的时候 哎 这张选票是吧 是啊 这个我投的 你做一张假的给你 你要多重把关 我多重诈骗 行不行 当然行 那你说是否很严格 你要打电话 你要打电话 有我们有专人 专线整班责骗 和你一起玩电话 道高一尺 摩高一尝 明白吗 你这帮人 你不会的 行之很久也有效 行之很久也有效的东西 不等于它没有问题 是吗 大快活大家 行之很久也有效 不代表它是绝对干净 医管局下医院 行之有效 那么多年 都收紧新症 做急症 不代表它干净了 明白吗 所以就说 这一点是重要的 而我之前说的很多言论 虽然我之前 到现在 我对他都一定保留 我不会完全相信他 但我会觉得 他认为他对人工智能 采取不重重度干预的监管方式 抨击那些所谓左派的觉醒文化 这种觉醒不是我所说的觉醒 那种觉醒就是说 一定要自由选择性别 那些觉醒 work culture是走去灭绝的意识形态 这些是他的儿子有深切的一个悲痛 我想这是我已经说过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那么重要的就是 这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 觉得全部的美国人 对于这个马斯克也都开始零眼相看 我想对我们来说的 开始真的进入做一个 和川普作战的模式 那么有些人说 那你想求官 那之后 你不是想做一官半职 那特朗普都说 可能一些 关于政府协调的 那些机构的部长 那些东西 可能找他做 有可能 但我只是说 去到那个时刻 他可能呢 他可能呢 要放弃了他现在商业的一些 商业的一些 商业的一些CEO的职位 或者将他的股份呢 摆入custody OK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这个从商和从政呢 两条路要切过得很清楚 这个是 未来他们要接受的考验 但不是代表他不能做这件事 我只是这么说 那希望大家明白 现在到现在会如何 那所以大家看完我节目之后呢 去关注特朗普那场 Medicine Square Set a Garden的一场表演 还有今天 当然呢 在27号 刚刚过去的一天 日本有众议院的选举结果 那我稍后都会准备好些资料 明天呢 有很多外面的节目 是好几个外面的节目 都要讲这个这样的消息 那所以我想就是 留待明天先讲日本的大选结果 那大家知道 自民党就是15年来的大敗 石破茅的造业会点 那到时候会有什么的结果呢 肉之后事如何 明天再作分晓 但明天我继续呢 主调都是会讲美国大选的 那我希望呢 做足了 我应该要做的本分 也都觉得我一个mission 希望呢 美国好 美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而呢 成为了保护到 全世界自由国家的重要的力量 下一次节目 明天再见